平行醫師也是現在做門路基金會的當事件 最近我們門路基金會有拍一張低頻 就是請黃韻林歌手 他跟我們說我們在華人台東偏鄉 很多平安的部落地區 我們拿獨居的老人在送餐 我們一日就要送餐廳讓七八百老人來養餐 因為他們的小孩都沒錢 或是有的小孩已經在工作 有的小孩已經沒有小孩 所以他們就需要我們的幫助 我們做這個工作已經做了二十二年 其實我們在華人山主義的餐廳 如果用便當貼起來 我們已經可以騎兩百七十座議員一大樓 已經送兩百七十萬以後的便當村 這個需要送餐的老人是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的社會老化 老化的速度越來越快 尤其有鎮腳 有平安的地方 年輕人不記得 所以這個需要越來越大 第一篇出來之後 很多人受到感動 也很多人去點閱 所以在網路、Youtube 都每天的兩百百 近年已經超過三十二萬人 去看公益廣告 這個名字 當然它會有附一個 門貨基金會的捐款帳號和電話 我們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幫我報告 這兩次都接到 我六十通的電話來詢問 可以怎樣幫我們幫忙換款 所以我在這裡也表示感謝 希望大家還是要看得到這個地點 這個公益廣告的人可以上網去看 或是說 團補其他更多的人看 當然大家共同來觀賞 我們台灣老人的教導 的利益 當然我們不是只有給老人送餐 我們也有去 給老人洗身工 給老人整理管理的家 或是上網去看邊 上網去復健 上網去洗身 那是說 在每一個鄉頂 我們都有這個長照中心 他們可以日常來我們那裡參加多天 有給私自 跟他們一起運動 帶他們做很多多天 以外 也可以做在那裡吃豆 所以 政府的長照2.0 其實我們門貨基金會已經做二十幾年了 所以 希望說 他會把那幾集 我們可以繼續 和我們更多數秒的來 就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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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